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球时报上的这条消息 中美贸易战阴云密布 寒风之下的留学产业也有些瑟瑟之意了 有美国媒体爆料说 美国政府正准备拿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来做文章 考虑限制理工类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申请 这不免引起了计划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家长的恐慌 对此专家表示说 对于希望留学美国的学生 其实现在还不用太担心 赴美留学申请并没有受到美国政策传闻的影响